奔驰车的抗通性节点 尤其他车的有什么不同 首先奔驰的抗通性 它的节点 有种是在电子圆不进的 有种是直通的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种是在电阻的 这个是直通的 奔驰车整段的手护化进入系统 我们怎么确定 这个抗通性分配器是短路段路 我们拿汪用表去检查 首先我们打开电路开关 我们用汪用表达到25档 副表笔接地 正表笔接这个抗通性分配器 这是普通的分配器 没有这些电阻模块的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测量就可以了 这种是2.4V左右 2.6V左右 这是高低抗 重点我们就测量这一块 带这个电阻的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副表笔接地2.27 定压是对了 但是有些抗通性受干扰的情况下 我们测量这个电阻 像这些氧化的 因为这个进水的氧化的 我们怎么测量 我们先给它拔下来 直接来单独来测量这里 抗通性的操作全部拔下来以后 我们来测量 已经达到200欧的电阻档 这电阻我们确定一下 30欧左右 对 30欧 这个也应该是30欧 对 30欧 这有个10欧的电阻 这里每一组的 抗通性都是60欧 60欧是从这里分配出来的 因为它这个带电阻的 它反过去的ECU里面 是没有电阻的全部集成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先确定它这个好换 然后我们再测量这是每一组 因为这个是泡水车 我们把这个分配器把它拔下来 测量一下这个组的 是地线 这个是2.5 2.5 我们再拆第二个 这个有问题 这组抗有问题 当我们把这个分配器拆下来 然后测量的电压 是没有电压的情况下 已经确定这个没有2.5左右的电压 是有问题的 我们按照这个去拍啥就可以了 比较小看这个奔驰的分配器 这个抗通性分配器 有其他车的 是不一样的 其他车的很多中端电阻 都在电脑上 这个中端电阻都在分配器里面 所以断电测量的时候 往往要把它拔开来 测量这里的电阻是对不对